南投市永信里县道1391县 为地方里民及观光游客经常出入的路段 而目前迟到路年久失修 甚至有多处军列毁损及下陷的情况 对此在经地方澄清后 县议员林瑞阳也协同县长许初华前往实力会堪 南投市来我们刷顶这里会堪 我们刷顶四里可以说是我们北瓜路非常重要的道路 不但是我们刷顶四里我们乡亲出入 尤其我们无论是我们这里很多乡客 都在课程的时候来刷顶这里策刀 我们本来是整个300米的整修经费 大概是170几万 那我们现场这边的乡亲也希望说 还有一段也不要等到明年再来分段施设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今年就把它完成 让我们整个道路可以有一个更完整性 也更好看 我想我们就也顺从民意 那也希望赶快的把整段1391县 500多米的道路铺设完成 县议员林瑞阳表示 1391县为南投市相当重要的观光路段 许多游客及地方里民都会频繁在此路段出入 非常感谢许县长能够率领县府团队前往会看 避免都改善 那我们这条1391县 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通道 我们非常多的彰化以及外线市的其他的居民 都会来到我们南投的这条1391县来通行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赤脚精灵 也是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那这条路刚刚我们的老代表已经讲过了 从民国90几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重新铺设 那很感谢许县长这次带领我们的团队来这边 那也决定要来重新刨除并且铺设 那总共经费是175万 很感谢许县长还有县政府的用心 在会看过后县长徐淑华也进一步表示 南投为观光大县 而路面的安全平整是最为基本的条件 将会紧述请县府相关单位发报施工 以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记者熊君南投采访报道